大家好,欢迎来到曼谈投资理财频道,我是Mike,今天是5月22日星期天,大家周末愉快,自从4月1日一人节开始,美国三大股指全面进驻长达数周的持续下跌,特别是道指已经联系了8周下跌的状态。 这是从1932年以来,该股指遭遇的周持续下跌最长记录,标普和纳指也好不了多少,也良续了7周下跌的状态,是从2000年以来,他们遭遇的周持续下跌最长记录,我们的投资交流群有些小伙伴们,特别是那些没经历过2000年和2008年的两次经济危机的小朋友们, 有点惊慌失措,感觉到大浪领头,特别是上周五标普,盘中暴跌绑着,直接进入熊市,直逼3800点,投资者的心理大观。 那这一期,我就以过来人的身份,来分享我以往,在这三个经济危机中的心理历程和得失,以及和在今年的一些投资策略,给大家来个马杀鸡,安护小伙伴们的恐慌的心灵,黑暗总会过去的。 黎明,中间到来,好,让我们直接进入主题吧。 我在1993年初就有了401K账户,但是对投资一窍不通,就是按照人事部门的安排开了账户,每个月按时换进了一点钱,在大盘指数而已。 因为第一份工资很少,还要眼价糊口,好像只放入了跟公司match一样的资金而已,好像是6%很少,因为当时不懂,一不关心,再说换进去的钱也很少。 所以就从来不关不问,也不会去查,一会儿跟大家揭晓,这点钱现在涨了多少倍。 两年后换了工作,到汇城来,也一直继续的投资401K,也是只投资了跟公司match一样的资金,好像涨到了8%,也很少。 98年底,转行做了IT的马龙,工资终于有了费业性的增长,买了人生的第一栋房子,资助房后,SniOK也投资了最大限度的资金。 除此之外,那时间刚好碰上了美国股市的大牛市,科技股牛气冲天,只要跟网络E2E沾上关系的个股,从几块几个月内变成几百股都不是梦。 我当时也被冲昏了头脑,因为从来没有经历过这种场面,细不可思,死不再来。 我并开了一个股票账户,人生第一次炒股,所谓出生的牛犊不盼虎,就是说当时的我耶,当时的我准备大涨身手,我周围的朋友也无不例外的每天不再康奋地炒股,每天经营出出,赚几十,几百,几千,大有人在。 还好我这个人天生害怕最高,没有去买那些high fly的网络股,如ICGE,这个股票在两千年的时候,最高时是连百多美金,后来就没有后来了,因为股价销铃了。 我当时买了biotech股票,虽然没有网络股票,后来跌得那么惨,但也有不少归零的。 我买过的cyto,也就是cyto,还有一个我忘了股票的代号了,是做眼睛,极光技术的,后来股价也归零了。 两千年我那次可以说是新高采烈的杀进气,灰心善气的爬出来,更新鲜的刷就是西中隔离的冲进气,爬出来的时候只剩下半条内裤。 其中我还记得用了好几色margin,还买过鞋。 是的,你没听错,就是想把跌去的再绑回来。 后来不断的接到margin call,我还记得一次下雨天,跑去scartray,现在被TDemiratory收购了,在当地的分店,去存支票往股票账户加钱,因为收到margin call了。 那两三年的时间,我那股票账户从五位数变成了三位数,想折腾也折腾不了了,只好洗洗碎了。 在以后的一两年,我没去关注这个股票账户了,因为一想到它,就会勾起我痛苦回忆。 这就是我人生第一个炒股账户的命运。 值得庆幸的是,我那几年不管市场如何,我坚持每个月,两次自动地定投401K的大盘指数,也从来没有变动账户里的配置。 虽然其中401K变成了301K,也变成了201K,我都无动于衷,因为我不管它,也没有吃疼它,眼不见心不黄。 这里跟大家简单回顾一下,2000年至2003年美股大盘指数崩盘的过程,这里以标普为例,那次也是温水煮青蛙。 自从2000年商业初标普达到最高点,1500多点,然后开始并不是暴跌,而是花了一个多月,才跌去了10%,然后又花去了大半年时间,才跌去了20%,中间发生了几次反弹,让我们这些韭菜产生了一些放响,以为那是短向炒股的好机会。 可是人算不足,天算,美股自从进入熊市之后,就跌跌不休,横盘震荡,到了2001年的夏天,大家以为美股已经跌得差不多了,因为已经跌了一年半了,也该跌不动了,风开始,装满子弹,又杀进去股市了。 突然出现了黑天鹅,花生了911的事件,美股股市停盘了几天之后,开盘之后又开始新一波的暴跌,在随后的一年半时间,在底部被接着摩擦了好几个月,当时的最低点是775点, 离2000年三月初的高点一千百多点,整整跌去了一半,耗时近三年的时间,真的把很多炒股的散户折磨得半死不活的,求生不能,求死不得。 特别是那些在99年赚得盆满不满的股神,一夜就被打回到解放前。 在2000年11月9日,在网络泡沫破灭第一年,也就是说泡沫破灭才刚刚开始,当时的网络指数里面有280个网络公司的股票,从最高点增花了一万七千个亿美金。 其中,Cisco,也就是美国制造网络,四倍的最大公司,四次增花了两千一百个亿。 Internet Incubator,也就是网络腐化器,相当于现在的非常烧钱的高科技成长股,ICGE和CMGI总共增花了四值一千个亿。 Yahoo增花了一千两百个亿,在这个网络指数的两百八十个股中,79个从高点暴跌了百分之九十,还有72个暴跌的百分之八十至百分之八十九之间,只有五个只跌了少于百分之五。 是不是跟我们现在所见到的高科技成长股的遭遇极其相似啊,也是从科技股开始领跌,然后慢慢地带动整个大盘进入熊市。 现在回想我当时的遭遇和得失总来说还是比较庆幸的。 第一,当时还比较年轻,资金也不多,也没有盲目地追高那些最热门的股票。 所以对我来说,虽然损失惨重,但相对大部分的股民来说还是比较好的,损失的部分也是嫌钱,生活还是能照应地过下去。 第二,我投资的大头,也就是在401K,虽然跟大盘同样的跌幅,但因为采取了自动定投,虽然在此期间账户表面缩水不少,但其实因为基金价格变得更便宜了,同样的钱能买的股市更多,其实还因祸得福。 这也是在以后的每次危机中,我都会毫不手软地买进大盘指数基金,越低,我越高兴,越买,经历越踏实。 因为我相信,只要我现在不用这笔钱,更重要的不是现在账户的价格,而是它的股数,也就是说不是它的量,而是它的值。 同样的道理,用在房地产上,如果我不需要卖房子,我现在关心的不是它的价格的涨涨跌跌, 而是它的租金的净收入。第三,值得庆幸的是,2000年的网络泡沫的破灭没有成为房地产崩盘的推手,主要原因有两点。 这两点都是2022年所劝缺的,那就是90年代的美国房地产已经经历过一波下跌的调整,不像2022年,现在我们是处在历史的最高点。 第二点是,因为2000年的网络泡沫的破灭,美联署已经开始降息了,从而推动房地产暴升,而这一次却好相反。 我们站在房地产历史的最高点,美联署又开始加速的升息和缩表,房价在今后的一两年的走势将会跟2000年那一次相比大先径庭。 2000年以后的房地产可以说是势不可当,我1999年买的。 这支房的房价一路高歌猛进,在2005年房价翻了一倍。 从这一方面,减轻了我对美股炒股失败的质值,另一方面也认清了投资不能把所有的鸡蛋换在一个篮子里,要分散投资。 这也为以后的2008年的经济危机做了更好的心理准备。 一支2008年我是如何从危机中滑下来的,还顺便拖出了一桶金,请听下回分解。 好,现在揭晓我1993年那两年的401K到现在的涨幅是多少? 答案是10倍。 如果你喜欢我这一期的内容,别忘了留言,点赞,订阅和分享我的视频。 另外,还没有加入我北美方程投资交流群的小伙伴们, 如果你想从更多的资深投资子中学到这方面的经验,或者你喜欢分享和交流你的投资经验,以及分享和发向美国下一个房产投资的价值窝地,欢迎加入本群。 感兴趣的话,请扫描视频上方的二维码,说明你要加入的理由,我会拉你入群。 现在还有为数不多的名额,不要错过这个机会了。 好,谢谢你们的观看和聆听,下视频再会。 Bye! 小伙优独播剧场——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小伙优独播放